跟我合作吧 描述商場鬥爭 全球第一部 以區塊鏈為題材的電影 曾志偉不僅參與演出 對於台灣導演徐家蓋 更是大力相聽 他真的很有效力 我跟你講 他很固執 他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很執著 但是這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因為他從來沒有改過他的初心 曾志偉挺台灣導演 這回連片酬都不拿 還身兼監製 演員、投資者三種角色 他要轉換的時候 也坦言需要顧及新導演的心情 新導演很脆弱 你差點不理他 他會感覺 他是不是不理我了 但是他有問題在 就好像兩個保母一樣 一個不在還有另外一個在 希望把自己的經驗傳承給後輩 除了有台灣創新的商場鬥志片 另外一部片也是台灣之光 醫生說他懷孕 他說是陳建合的 你兒子真的滿厲害的 人進去了 還留個髒屁股在外面給我們擦 可不可以喘為身體 陽光普照描寫一個平凡家庭 因為兒子入獄分崩離析 入圍十一項金馬 其中柯淑琴更是出道二十七年 首度入圍以後 當然開心啊 人生有幾回可以如此啊 對不對 你都...我現在都五十幾歲了 你還會有下一次機會嗎 不知道 那我就好好的享受這一次的感受啊 就開心開心開心 裡頭的父子黨陳穎文跟吳建合 也同時入圍男主角獎 不只金馬入圍亮眼 在國外也入圍了多倫多營戰 釜山跟東京的國際電影節 現在國片除了挑戰新類型 也在國際發光 三雄文在想理會 台語報導